今天咱们来给粉丝拿一锅标准财 标准财和斗财不同 斗财的体型会更小一点 这个不是斗财 这是标准财 斗财成年大概在13到15级 标准财大概到17到23级 这都是标准财权 体型稍微大一点 不过国际认可 都是任何标准财 在比赛的赛场上 是没有斗财的出现 斗财的出现 是为了这个迎合人们的审美 还有饲养方面 它才这个是就是生出来的 走吧咱们去看一看 今天定好的这个标准财 一窝小狗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小主角啊 标准的猜拳 它不像斗财小啊 这家伙小时候看着嘴有点尖 颜色还没有反玩啊 因为它是这个赤色 猜拳脸上都会带一点点这个黑色素 你看它的尾巴老粉丝都知道 猜拳的尾巴是卷卷的啊 体型头版都是可以的 三角啊 三角一样 然后这个这一只比较不错吧 哎呀 我看一下啊 哎呀 我打开 哎呦 抱不住了一点 现在有点太活泼 脸型还算可以 也算挺圆的 脸反的也算干净啊 耳朵也利好了 月份稍微大一点 这个大概得在两个月左右 标准的猜拳 大概一窝能生个四五个五六个 属于高产权像小豆材的话 一窝也就两三个 生不多 因为它体型小 它不像豆材 稍微大一点 这一种呢 是国际认可的 CKU 猜拳 都是这个标准猜 豆材是 就是刚刚我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就是培育出来 更适合 大城市里面去饲养 因为体型比较小一点 但是也不是这个 猜拳的可爱 这个家伙 猜拳有 赤色 还有这个白色 胡麻色 还有一个就是铁包金色 其中胡麻色 和这个铁包金色 比较贵一点 赤材和白材 会就是比较常见一点 今天咱们就把这几个 三个赤材 两个白材 全部带走 给它找个友人人 然后我觉得这一条 是最漂亮的 我刚刚把它单独拎出来了 这现在有点进尴尬期了 这一条的话脸上还有点黑 没有反弯 不过脸型也算可以 这都是三整一秒已经齐全了 还想看我拍什么效果 记得评论去告诉我